年前,公司通知加班,我紧赶慢赶,终于赶在年三十带着未婚夫到了家。 到家的时候,团圆饭已经开吃了。 主位上坐着我爷爷,爷爷身旁坐了一男一女。 女人和爷爷差不多岁数,见我进来,绷着脸看我。 男人比我爸年轻一些,正拿着蹄膀在啃。 我爷爷见我们进来,赶紧同我们介绍人。 老头大咧咧地坐着,指着身边的女士。 这是你赵奶奶,我的相亲对象,我们明年就准备结婚了。 我点点头,乖乖地叫了声赵奶奶。 我是不反对我爷爷再婚的。 我的爷爷,早在我爸爸成年之前就和我奶奶离婚了。 爸爸跟着我奶奶过,后来奶奶去世,爸爸看爷爷老了,又过得艰难,所以就把他接过来住。 老头刚过来的时候,很是折磨人,我爸妈每天愁得直掉头发。 好在磨合了五六个月,生活渐渐步入正轨。 之前爷爷折腾人的时候,我和他吵架,爸爸拉架的时候,总是同我说,爷爷一个人,所以性子古怪。 如今,他好不容易有个人作伴,正好能改改他的性子,也能让他心情更好一些,我何乐而不为。 这样想着,即使赵奶奶看我的眼神挑剔,我也赔了笑,将大衣挂在了玄关处就准备落座。 却没有想到,爷爷的话根本就没有说完。 你赵奶奶今天先过来吃个年夜饭,过了初六就搬进来。 我? 我家一共三十一厅,爷爷来了之后,爸爸妈妈便搬进了我的次卧。 而我也因为不常回家,就把自己的东西都搬进了书房。 这么拥挤的条件,还能再搬进来人。 更何况这个人还可能是我的后奶奶。 我心中自然生出了两分不乐意,想要反驳,刚准备出口的话,却被我爸的一个眼神给挡了回来。 对了,我爷爷似乎没有看出我的不情愿来,还在继续说。 到时候,你把书房收拾出来,你长叔叔也会过来住。 长叔叔? 那个狂恳提傍的中年男人抬头。 对了,爷爷继续同我介绍。 这个就是你赵奶奶的儿子,你叫他长叔叔。 长叔叔咧开嘴,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好吗? 我以为是家里天丁天口,却没有想到人家是一家子登堂入室了。 我不顾我爸的脸色。 直接问,长叔叔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好歹这么大的人了,没有买房子也应该自己租了房子的,没有跟着妈去别人家的道理吧? 有啊,我也没有接话,刚刚挑剔着看我的赵奶奶先开口了。 你长叔叔已经付了首付了,你爷爷答应了我,陪我一起还贷款呢。 这话一出,我,爸爸和妈妈,我们三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我的爷爷则是一脸心虚。 我爷爷没有积蓄,没有退休金,我爸爸他接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穷困潦倒了,怎么帮人家还贷款。 出于礼貌,饭桌上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和和气气地吃完了团圆饭。 我几次想开口,却都被我爸给硬拽了回去。 送走赵奶奶一家,许岚借口开一天车太累了,自己先去书房休息了,留了空间给我们一家。 我妈面色着急,我爸不吭声,最后只能我先开口。 爷爷,咱们家已经够挤了,你再让别人住进来,我和许岚回来的时候去哪里住啊? 你不都快嫁出去了吗?随着时间流逝,我也脸上的心虚都消失殆尽。 嫁出去的姑娘还回来干嘛? 我妈使劲儿拧了我爸一把,钻进客房里去了。 我则愣在了原地。 啥叫嫁出去的姑娘? 我是独生女,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她们用尽所有的心血养育了我,我也是要给她们养老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若说我们家四口里面谁是外人,那也只可能是我的爷爷。 我不是嫁出去的,我跟爷爷解释。 我和许岚是不婚不娶。 啥子是不婚不娶啊? 我爷爷怎么解释也不听。 你可别狂我,你都是别家的人了。 那赵奶奶嫁给你,就是你家的人了,她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跟前夫生的儿子住进来? 那能一样吗?我爷爷大声喊道,她是来加入这个家的,她是男丁。 好啊,我气急了,想要反驳,却被我爸一把拦住了。 你先去睡,我爸劝我。 顺便和小许解释解释。 他第一天上门,可别让他看到我们吵架。 爸爸跟爷爷谈谈。 我爸说得对,许岚虽然和我恋爱很久,也早早见过了我的父母,但这是第一次来我家。 他对我父母印象不错,我总不能让他误会,以为我家鸡飞狗跳,没个安宁。 再加上我爸说他会处理,我便放下了心来,乖乖地进书房找许岚。 进了书房,发现许岚还没有睡,见我愁眉不展她还安慰我。 人说老小孩,老小孩,老人总会有脑子顺不过来的时候。 言语上让着她就好,她还真能让人住进来呀。 我说,许岚,你不懂。 不怪我对爷爷没有好气,我从小是被奶奶养大的。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没有爷爷的。 奶奶她很疼我,年龄大了也喜欢将许多陈年旧事说给别人听。 小小的我就是奶奶最好的倾诉对象。 我还没有学会拼音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年轻时候的爷爷是个混蛋。 爷爷年轻时整天无所事事,不务正业。 等到爸爸小学的时候,爷爷出轨离婚。 后来他一直没有再娶,中年背上了巨额债务。 奶奶谈起她的时候,满脸都是庆幸。 得亏当年离婚了,要不然我又得养她,又得帮她还债,得多惨。 后来奶奶去世,我爸心疼爷爷每日风餐露宿,还没有养老金,于是将她接来我家赡养。 许岚一句话戳中我的死穴。 你对爷爷没有好感,但你多少要顾及一下叔叔,对不对? 我爸接过了和爷爷交流的任务,跟我打包票会好好劝爷爷。 我也做出了适当让步,可以让赵奶奶住进来。 但是那个长叔叔,无论如何也不能住我们家。 我爸满口答应,新年就这样表面和和气气地结束了。 许岚初六上班,一过初五,她便开着车回公司去了。 我们正月初八上班,我还想要在家赖上两天。 却没有想到,许岚刚走,我爷爷迫不及待了。 你也赶紧回C城准备准备,初八上班呢,赖在家里不走算什么。 嘿,我怎么就赖在家里了? 刚想开口,我爸又拦我。 他是爷爷,不要跟他吵。 我信了我爸会处理这件事情,忍了又忍,终于把到嘴边的话给吞了回去。 却没想到正月初六,赵奶奶上门了。 老太太包袱款款,后面跟着她的好大耳,也带着一英生活用品。 我拦住门,还没来得及把对方的包袱扔出去。 我爸就扒拉开了我。 阿姨,进来吧。 吊烧眼老太太非要和我谈话,上来就是一句。 闺女,我听说你不赞成我和你爷爷结婚。 我没有不赞成啊,我平息怒气,勉强给老太太递瓜子。 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还准备出点钱出点力呢。 但想让我出房子,没门。 那你爷爷说你不想让赵奶奶搬进来住,老太太维持和颜悦色。 是不是不喜欢赵奶奶呀? 不是的,我轻声细语。 就是我从小被教育,一个男人,但凡有担当点,都得给媳妇一个家。 没钱买房就租房,没钱租房就回农村住祖宅。 带着媳妇全家住进前妻生的孩子家里,算怎么回事呢? 赵奶奶脸上风云变幻。 可她不好骂我。 我说的又不是她,我说的是我自己的爷爷。 爸我又喊我爸,喊了一声之后,温柔问赵奶奶。 赵奶奶,素孝救新丸要不要呀? 我从小到大,刚就是刚,从来不会服软。 这些习惯都带到了职场上,即使是工作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太低头过。 好在我能力不错,领导们虽然不喜欢我的火爆脾气,但终究没有苛待了我。 挣钱都没让我当孙子,我怎么可能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强装良善? 却没有想到,赵奶奶还没有说话呢,赵奶奶旁边那一直坐着的乖儿子先发话了。 一家子狼心狗肺,我可不稀罕住你家,我养着我叔。 我爸竟然因为他的话惭愧地低下了头。 嘿! 我就不信了,我撸起袖子想跟他掰扯掰扯,我们一家怎么就狼心狗肺了? 莫非他这种啃老的还是大孝子不成? 可我还来不及说话,长叔叔倒是先自豪地仰头开口了。 我在市中心付了首付,房子过半年就下来了,到时候我就把叔叔和我妈请到我那里住。 这!我爸脸上的惭愧之色更重了。 可,这不是话柄吗? 你半年之后将我爷爷请到那里去住,那你这半年在哪儿住? 我心生警惕,正准备劝我爸爸。 赵奶奶那边就已经开始敲鞭鼓了,他不是对着我爸敲的,而是对着我爷爷。 旁人家穷亲戚还能借宿两天呢,咱们马上就成一家人了,让我住两天都不行。 我凭什么相信你之后会对我好? 我的愿重爷爷掩珠子转了几转。 然后以他从来没有的机灵,火速冲到门口,打开了大门开始嚎叫。 我惨啊! 我的亲儿子亲孙女准备把我和老伴扫地出门呢。 我霸着急忙慌,就准备来拦我爷爷。 别拦我,有本事做出来,没本事说给大家听吗? 色素笑就心丸,哭嚎声中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清晰,让我爷爷继续好。 客厅里鸡飞狗跳,楼道里也屡屡响起开门声。 就在这个时候,客房门咔哒一声开了。 我妈走了出来,她的眼睛通红,先住两天吧。 男男的书房不能腾出来,大侄子要是觉得客厅都不能睡,就另外找地方。 我刚要拦,却被我妈的一个眼神制止了。 她一向轻声细语,可若是发了话,就不是轻易反驳的。 晚上,我问我妈为啥会这样决定? 你不看他们家的架势,真的让他们住进来,就再也甩不掉了。 然而,我妈却叹口气,你五一就要结婚了,现在闹大,亲戚邻居那里就太难看了。 不过不用担心,我妈哄我。 你之前打回家里的钱,我都给你存着呢,再加上我们的一点补贴,足够你和许兰凑出一套四十亿厅的首付了。 到时候,给我们留个客房,我们在家里住得不顺心了,就去你那待一会儿。 过日子嘛,谁不是熬呢? 我妈妥协,都是为了我。 我一边心中感动,一边却忍不住反驳,不是这样的。 过日子,不应该是熬过来的。 说是不动我的书房,可真正住进来的时候,才发现很多安排都不合适。 爷爷和赵奶奶没有结婚,住在一起终归是不合适。 于是,房间重新安排。 我爸和爷爷住主卧。 我和我妈住客卧。 赵奶奶住书房。 长叔叔暂住客厅。 初八赵奶奶抱怨, 哎哟那书房的小钢丝床硬得泪。 儿子,你明天和我一起去家具市场买张床。 听到我当场就想摔碗。 这次是我妈拦住了我。 事实证明,在长叔叔住进来之前, 所有关于家里多了一个人的提前设想都没有用。 客厅住了一个大男人,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我都得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才出卧房门。 内衣内裤不能往阳台亮,也不能往卫生间亮,每天阴在客卧的小窗户下,让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会得妇科疾病。 公司临时加班找我,指一个电话就会吵醒我早睡的妈。 这些也还罢了,矛盾真正的爆发是在我晨起洗漱,打开厕所却发现长叔叔不返锁门。 我知道,赵奶奶长叔叔他们虽然讨厌,但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怪我爷爷。 于是,趁着赵奶奶他们出去,我对我爷爷精准输出,却没有想到,听了我描述的这两日的困难,我爷爷非但没有一分不好意思,还理直气壮。 你早点去公司不就没事了吗?一个快出嫁的姑娘,老呆在家里算怎么回事。 你早就想着我赶紧走好给你那妓子疼,地方是吧?我当时火冒三丈。 我爸扯我的袖子让我礼貌点,可我已经礼貌不下去了。 我爷爷被我戳穿恼羞成怒,继子怎么了?人家是男孩子,是男丁。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还不该给人疼地方吗? 有个便宜儿子可把你给乐的,我冷吃一生。 别人是养得不知道谁的种,你是知道谁的种了,还养得欢呢? 男男,我爸大声喊我的小名,试图制止我。 我终于找出了几分理智,爸,这就是你说的,会解决好吗? 我爷爷已经气得直喘气了。 他年龄大了,可不敢出什么毛病,我大声叫我爸。 爸你快点把塑效救星丸拿来。 我爸把塑效救星丸拿了过来。 喊着,我往我爷爷嘴里塞了一把塑效救星丸。 听我说,我妈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一直是这样的。 我爸文质彬彬,我妈斯文柔弱,从小到大,能为他们出头的除了我奶奶,就是我。 前两天,我爸好不容易站了出来,我以为他会为我跟爷爷好好商量。 你不听我爸的劝,那好,那就好好听听我的劝。 我也不进书房了,干脆坐在客厅沙发上跟他好好说。 你很早就跟我奶离了婚,拉着大我爸和我根本和你没关系。 这房子也是我奶,还有我爸妈辛苦上班挣钱买的,按理说也和你没关系。 可我爸心软,一听说你在老家过得不好,特意把你接到这儿来,让你颐养天年。 我虽然觉得你就是一个老流氓,但我爸想尽孝心,我也不能拦着,对不对? 我爷爷的呼吸更急促了。 我爸又想来拦我,却被我狠狠一瞪,你让我继续说。 我爸斯文,劝不了我爷爷,更劝不了我。 我们养着你没关系,你是我爷爷。 你要结婚我不拦着,你追求老年幸福吗? 我应该赞同的。 可你一旦结婚,就是一个新家庭了。 有个新家庭,最好能搬出去。 在别人家庭里建立一个新家庭,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我不知道,我爷安生了没。 他只顾抚着胸脯不说话。 和我爷大吵一架,我连见都不想见他,每天窝在客卧,连门都不出。 这每天窝着像什么事? 我妈跟我说,早早去上班就好了。 可我还是倔着,想着凭什么? 我早点去上班,不就是给他让地方了吗? 终于,初九的时候,公司那里也开始催我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把我爸妈叫到一起,叮嘱他们看着点。 赵奶奶还能住我们家,长叔叔一定得早点让他搬出去住。 我们这里有正月不搬家的习俗。 最好长叔叔正月一过就租到房子。 到时候,就算赵奶奶住在我家,也会宽敞很多。 我本以为自己叮嘱的已经够清楚,第二天便包袱款款地带着我爸妈的关怀往工作的城市去了。 却没有想到,刚刚落脚,我给我爸妈打视频的时候,竟然在手机里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影。 我们家来客人了,我装作不经意地问我爸,啊,你看花眼了吧? 我爸支支吾吾,还试图隐瞒。 但我已经一个机灵坐直了身体,面膜掉在地上,也没有空管了。 你往右边偏偏手机,偏什么左边? 往右偏一偏? 我爸根本不按我的指挥座。 那边,我爷爷也受不了我的语气了,一把抢过了我爸的电话,一个陌生女人入了镜。 有什么好藏的呀? 给她看一看。 这是小长的女朋友,人家来找男朋友,在你家借住一下怎么了? 你一个要嫁人的女孩子,天天管娘家的事情,你好意思吗? 我的头翁的一声,差点炸了。 我怎么不好意思了? 那是我爸妈家,也是我的家。 我穿着起身就准备穿大衣,一边穿一边警告我爷爷。 我前脚走他后脚进门是吧? 剪得这个结果眼挺好的呀,你等着,我这会儿就回去。 我爷爷在电话那头变了脸色。 我挂了视频就准备找车钥匙。 期间,我爸妈轮流给我打视频过来,让我先别管,老老实实地在这边待着。 我再在这边待着,我家都变成旅馆了。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怎么不听呢? 我妈小声小气地说话。 女孩子不要这么要强,我爸劝我。 为了我好。 为了我好,所以我家都快成别人家了。 我为什么要强? 还不是因为我爸我妈连给我撑腰都撑不了。 我本来是一生气就累失禁的体质,可这会儿却难得的一滴泪都没有落下来。 愤怒让我出奇的理智,我将所有的办公材料拢了一下,开门就准备出去。 厨房抽油烟机声音大,许兰这才听到我的开门声。 探头出来,怎么了? 他匆忙将菜放在了餐桌上,就想上来拉我。 楠楠,你脸色怎么不太好? 说我要强也好,说我好面子也好。 我爷爷和赵奶奶的事情在我的心里始终是家事,我不愿意把许兰扯进我的家事里来。 更何况这件事情闹得并不好看,再加上今天,长叔叔更是带女友上门。 没什么事,我回答她,只推开了门。 我出门一趟。 许兰不是特别聪明的人,但她一向懂我心意。 固然,一见我推门出去,便准备来拦。 是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不安全,等等我陪你回去。 你还得上班,我张口就想拒绝。 上班能有你重要,许兰已经准备穿衣服。 我陪你回去。 好在两座城市距离不远,一路风驰电撤,我们很快到了家。 我妈刚一给我开门救命路难色,我都说没事了,你们怎么回来了? 我黑沉着脸点了点头,也没有说什么,只绕过我妈,便往门内走去。 客厅里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窝在沙发上吃橘子。 我爸和我爷爷不知道哪里去了,客厅里除了我妈就是他们一家三口人。 赵奶奶正殷勤地给那女人包橘子吃,橘子皮凌乱地撒在茶几地毯上,只看一眼就让我血压飙升。 我忍住气,只找罪魁祸首。 我爷爷呢? 你让他出来。 老头原来和我爸一直待在主卧里。 听到了我说话的声音,我爸跟着我爷爷走了出来。 我爷爷只高气扬,我爸若生若气。 率先开化的是我爷爷。 我出来了,你不是说回来跟我算账吗? 我看,你咋跟我算账。 我气到双手插腰,还没来得及说话,我爷爷已经开始训斥许兰。 看你惯的娘们,大老爷们的做决定,她回来骂家插手算怎么回事。 以后这家里跟她有一分关系不成。 我? 关许兰什么事情? 许兰根本不清楚前因后果,被我爷爷一吼,当即蒙在了原地,她正然看向我。 老头看许兰看向我,大概还以为许兰是跟她同仇敌忾呢。 然后立马添油加醋地说,要我说,等南南嫁给你了之后,你们过年就别回来了。 哪有新媳妇儿过年回妈家的呀? 再说家里地方,也不够住。 眼见我快要失去理智,许兰赶紧拉住了我。 她肯定不是第一天露出本性来,要不然不会这么嚣张。 她都已经在我家待了五个月了,这五个月我爸妈是咋过的呀? 现在性子这么软,是被她泼傻了吗? 老头正在喋喋不休。 沙发上那个女人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赵奶奶马上拍了老头一下,你能不能不吵了? 再吵烦着孕妇了。 我爷爷马上住了嘴。 在我家里,一个外人比我还要金贵。 那怎么比,他肚子里是个男孩。 那是别人家的孩子,我终于愣着过来,也不在那些人面前给他留面子了。 你把别人家的儿子当自己儿子养就算了,别人的孙子你也养。 你自己的儿子,你养过他吗? 我爸又开始礼貌怪了。 南南,这是你爷爷? 就是我爷爷,我才忍着他,我气到语无伦次。 我忍到他,蹬鼻子上脸了。 我是讨厌赵奶奶和长叔叔直接闯进我家不错, 但我也明白,这件事情归根结底还要怪在我爷爷的身上。 爷爷,老家里还有房子, 我爸对你的赡养义务,给你打钱足够了。 还没有等老头开口,我就把塑笑救心丸塞到了他的嘴里。 却没有想到,一个人的嘴堵住了, 另一个人却开始满口冒茶了。 我说,大哥,你咋不太孝顺长辈呢? 看看你女儿的样子,他比你歪得还惨啊。 你能不能管住你那张喷粪的嘴? 我一扭头,开始骂查理查气的长叔叔。 登堂入室还有脸说话对吧? 我平常是很飙,但那飙是在职场上的飙,一般更文明些。 对方见我撇开脸不要,自然就放弃了动作。 可现在,我面前有比我更不要脸的。 我这话一落,赵奶奶的泪便落了下来,当日的情景重演。 她耗开门,往地上一坐就开始冲着走廊礼豪。 我当初就说着像不中,像不中,可老头子非让我脱家带口,过来住啊。 你说话不算数就别让我过来啊,我过来被人家全家歧视啊。 深夜时分,老太太的哭嚎在走廊上不停回荡。 开门关门的声音不停,终于有人不耐烦地喊道,大半夜的干嘛呢? 还让不让人睡了? 我都过不下去了,我管你睡不睡,老太太边哭边喊。 对门邻居是个壮汉,平时里脾气就不太好,听到老太太的话,光着膀子直接过来了。 好家伙,老太太的哭声就那么吞了回去。 太晚了,我们先不处理事情,许兰哄我。 咱先找个地方住一晚,明天再回来商量好不好。 我问问楠楠她二姨,我妈拿起电话就准备打了。 几点了,我柔柔眉心。 我二姨早就睡了,别人麻烦我们,我们去麻烦人家是吧。 我去找个酒店住,他们再不走,我以后回来就只能住酒店了。 当晚我们躺在酒店的床上,我整晚都睡不着。 不行就哭出来,许兰轻轻拍我的背。 今天不休息好,明天吵架的时候可别昏过去了。 对哦,我得养精蓄锐。 我强迫自己睡过去,可半天还是清醒得很。 许兰无奈叹了口气,还不想休息,就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有意义的事情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推许兰的肩膀,起起起,我要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许兰摸了摸我的头。 你是身在局中,又关心则乱,明天我教你怎么处理。 想让他们搬出去,关键点不在你爷爷身上。 我不解,是我爷爷把他们给弄进来的,关键点不在我爷爷身上,在谁身上。 那一家子最要紧的人是谁,就在谁的身上。 第二天,我和许兰大包小包地回了家。 许兰带着鸡鸭鱼肉敲响了房门,一进门就往厨房忙活了。 她一边忙活一边大声说着, 我昨晚劝了南南,我们以后结婚又不常回来,跟老人家计较什么。 她也听了我的话,这不,刚刚去菜市上买了菜,一家人和和气气吃顿饭,这件事情就算过了。 但我看到赵奶奶和长叔叔还是忍不住翻白眼。 大概是怕我像昨天那样发飙,见我过来,两个人迅速换了地方。 我坐在难得宽敞的沙发上,不远处是正抱着手机玩的女人。 要一起去逛逛吗?我轻声问。 去给你买些日用品,当昨天吓着你的赔罪。 昨天去酒店之前,我先去了一趟卫生间,里面东西摆得满满当当,却没有她的日用品。 女人静静地看我很久,办上之后才主动开口,我叫李静。 懂得,我笑着拿车钥匙,趁着他们做饭,走吧,静姐。 逛超市的时间并不算长。 回来的时候,饭已经做好,一家人坐在桌子上,我爸妈没好意思看我。 赵奶奶一见李静回来,赶紧让她坐在身边。 许兰敲声问我,办妥了? 放心,我急急眼,坐在了她的身边。 果然,不过一会儿,李静开始发难了。 常叔叔果然很疼她这个女朋友,从李静坐在桌子上开始,就一直在给对方包虾,甚至自己都没有时间吃饭。 她包完一只就放李静的碗里,多吃蛋白质,对宝宝好。 可在往李静的碗里放虾的时候,常叔叔不小心碰了一下李静的胳膊。 李静一摔筷子,急死了。 常叔叔的脸色明显一黑,但很快,她又挤出一个笑来。 不挤不挤,我往这边一点。 说完,搬着凳子往他妈那里挪了一挪。 可人想要找尸的时候,再多的忍让也没有用。 李静发了个白眼,屁大点地方,就算挪房顶上,又能腾出多少空来。 我描向我爸妈。 我还以为他们只会忍耐和讨好呢,这不也会生气吗? 可他们的生气并没有表现出来。 至少在场的那三个人没有注意到。 我说,常叔华你是不是根本没准备给我买房子啊? 李静问常叔叔。 没有啊,常叔叔赶紧哄他。 你不是看了我银行转账了吗? 那为什么让我在这小破地方待着? 五六个人用一个破洗手间,连个洗漱用具都没地方放,你也好意思。 这不是房产挣下来要时间吗? 那你就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吗? 李静提高了声音。 你还说你养我,你连个房子都租不起,拿个屁养我。 当天,我带着许兰准备出去玩的时候,李静还在和常叔叔闹。 一向趾高气扬的赵奶奶被李静的几句话挤兑到坐在沙发上抹眼泪。 许兰本来想帮我妈洗碗来着,不过刚刚进了厨房,就被我爸妈轰出来了。 家里太乱,难难你带着许兰出去逛逛吧? 我站在门口巧声问他们,闹成这样了,你还不准备赶他们出门? 我爸脸上又露出了熟悉的为难之色。 算了,有些人,有些观点,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 刚出门,许兰就忍不住感叹。 还是一物详一物,不过,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也说了,我只是当局者迷。 我抱上许兰的胳膊,你老婆我,清醒过来之后,也是很厉害的呀。 对付李静,本不用什么特殊的方法。 甲义的靠近,小恩小慧,在言语间流露出许兰对我的好来。 静姐,有空了可以去找我玩呀,我把自己闲暇录的VLOG视频给她看。 等你来了,就住这间屋子里,多住几天,我带着你好好玩一玩。 许兰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我们租了一个三十一厅, 只要有闲钱,就会添置一些小家居,小百贱,不小的房子装饰得格外温馨。 我跟李静一一讲解那些小百贱和许兰与我之间的趣事。 你男朋友,带你很不错呀,李静意味深长地说。 对呀,我含着笑说。 爱和不爱,都是可以在细节中看出来的。 你是在挑拨离间? 李静问我。 我不答,只是悠悠叹气。 结婚之前,那个人都不对你好,结婚之后他怎么可能疼你呀? 静姐,我把一双软和的拖鞋扔到了购物车里。 不要相信男人的画饼,享受了的,握在手里的,才是自己的。 就这。 许兰吃惊。 她都已经看透你什么想法了,还会因为你的一两句话跟长叔叔吵架。 这就是你,不会换位思考了,我捏许兰腰间的软肉。 你哥们跟你炫耀她媳妇,又乖又可爱,又疼老公的时候,你回家看到,我就没有点想法。 许兰惊恐,不敢,我不敢有想法。 当然不只是这样。 剩下的我没有同许兰解释。 一个人对别人好不好,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李静搬来我家,连个洗漱用品都没有带,赵奶奶和长叔叔竟然都没有给她准备的意思。 这能是真心带她好吗? 更何况,真心最怕对比。 这些话,我不打算说给许兰听。 最后,我也没有带许兰出去玩。 打工人不配。 我们窝在酒店里远程办公,直到饭点,才往家走去。 却没有想到,一推开门,扑面而来的是沉重的氛围。 环视一圈,就发现李静沉着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赵奶奶和长叔华正在收拾东西。 而我爷爷,则在喋喋不休地问赵奶奶,怎么就这么搬出去? 正月份能租到房子,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 要不然我跟过去一起照顾静静。 那态度殷勤地,让我差点笑出声来。 我爷爷啊,也是有趣,在我家里作威作福,怎么还尚赶着去伺候别人呢? 赵奶奶烦不胜烦,直接低声吼道, 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连个大房子也没有。 那不能怪我爷爷,我牵着许兰进了屋里。 我笑着对赵奶奶说,那怪我爸爸没本事, 他要是能买个别墅,赵奶奶,你不就能不搬走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我继续输出。 是静姐嫌咱家太小不满意。 也不是我说你,赵奶奶让新媳妇儿怀着孕,还得借助别人家, 这可是你不厚道了。 李静知道我也不是个好东西,冲着我翻了个白眼。 可闭上嘴巴,许兰捏捏我胳膊。 我去帮阿姨做饭。 哦,对了,这家四个人在客厅制造低气压, 我爸我妈又躲进了厨房。 我嘿嘿一笑,我不。 前面被他们气到神经衰弱,我好不容易扬眉吐气,为什么要收敛? 赵奶奶正在气头上,看到我笑,马上察觉道, 是你对不对? 小静跟你出去了一趟,马上变得不一样了。 变得怎么不一样了呀? 我好整一霞。 是不是变得不好糊弄了? 非得吵,爷爷在关键时刻开口。 我是不是管不了你们妇女了呀? 这话显然不是对我说的。 但这次,我爸没有从厨房出来对我爷爷认错。 赵奶奶和长叔叔才来不久, 带的东西有限,很快便收拾好了。 爷爷坐在沙发上直瞪我。 我笑着看他们开门准备出去, 不忘挽留两句。 哎,这就走。 不吃了晚饭。 我爷爷胸膛又开始剧烈起伏。 经过我科普之后, 许兰也有了经验, 冲进主卧拿了塑校救心碗, 就往我爷爷嘴里塞。 长叔叔本来全程都没有吭声的。 可在临走的时候, 对方冷笑着放了个炸弹。 没事,你使劲挑拨, 老爷子照样用退休金给我还贷款。 我? 退休金? 什么退休金? 我自然不会拦着他们问的。 毕竟真正和这件事情相关的人, 此时正坐在屋子里吃塑校救心碗。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退休金啊? 爷爷, 听到关门声, 我坐到沙发上, 好声好气地问他。 老头还在喘, 可这喘多少有表演的成分? 不想面对我。 心虚了? 为什么会觉得我爷爷心虚了? 因为我再清楚不过, 我爷爷不务正业到老, 没上过一天班, 根本不可能有退休金。 人老了之后一个人在老家生活得七七惨惨七七, 要不然, 我爸也不会心软把他接过来, 让他祸害我家。 你说不说, 我威胁他。 你要不说是怎么回事的话, 我这会儿就去追上赵奶奶, 告诉他你就是个老流氓, 根本没有退休金。 你个不孝女啊。 你竟然说你爷爷是老流氓。 然而, 撒泼对我无用。 我上下抛了抛车钥匙, 嗯? 我说, 爷爷拦我。 我骗他的, 我有没有钱, 你们不知道吗? 你骗他, 我不让他蒙混过关。 他还贷款的时候怎么办? 你从哪里拿出钱来? 又出现了那熟悉的亏心表情。 说呀, 我又瞪他。 我可发现了, 我爷爷就是个欺软怕硬的, 只要揪住他的小辫子, 他翻不出天来。 果然, 他又心虚地瞄了我一眼。 你不是, 之前有往家里打工资吗? 我想好了, 到时候我就跟你爸要那张工资卡。 我不生气, 相处这么久, 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德行。 可我妈出离得愤怒了。 前一阵子, 他刚刚给我看了银行卡。 我工作这么多年, 一笔一笔打回来的钱, 他都替我存在了这张卡里, 加上他给我的贴补, 勉勉强强能帮我和许兰在工作的城市买房。 他把这钱看得比命还重要。 所以, 在一听到我爷爷打那张卡的主意之后, 我妈直接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 还薅着我爸, 你跟你爸好好过。 咱俩别过了, 我妈冲进客房收拾了两件衣服, 连着那张银行卡。 楠楠送我回你姥姥家。 我送完我妈回来, 我爸在客厅抱头, 爸你是真的恨我呀, 你要折腾到我妻离子散吗? 我爷爷还理直气壮, 楠楠一个女孩子, 买房不就该男方买吗? 我想那钱闲着也是闲着。 我现在听到我爷爷的奇葩话, 已经不大会生气了。 没办法, 要是一直生气, 我早都被他气死了。 但我没有想到, 许兰开口了, 叔叔, 我们好好谈谈吧。 许兰跟我爸进了书房谈心, 因为饭前收拾东西, 赵奶奶住了几天的书房, 变得一片狼藉。 我帮他们带上门, 便去沙发上坐着了。 不过一会儿, 我爷爷应该是忘了之前的教训, 又凑到我面前来问, 奶奶, 许兰跟你爸说什么呢? 我面无表情, 商量怎么把你送走啊? 嗨, 你这孩儿, 我爷爷跟我卖惨。 你看,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心人, 当初和你乃离婚之后, 我再也没有找过。 如今我找到了喜欢的老太太, 你们一家倒好, 都反对我们在一起。 我没有反对你们在一起啊, 我温温柔柔同他说。 但你和他一起住在你前妻买的房子里, 算怎么回事呢? 可不能这么不要脸哦, 我劝他。 这两天速校救星丸的消耗巨大。 我爷爷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安生待在沙发的另一头, 不再搭理我了。 直到我爸和许兰从书房出来, 他们的脸色并不好看。 许兰出来之后就从沙发上拿衣服, 连我的带她的, 然后拉起我来, 也不回头看我爸。 叔叔, 我们俩先回酒店了。 我爸尴尬地问, 不吃了晚饭吗? 不吃了, 许兰给我围围巾。 挣点钱不容易, 我和南南得赶回酒店做方案呢。 出门的时候, 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爸站在客厅中间善善地搓着手。 快到酒店的时候, 许兰忽然问我, 我对叔叔白脸色了, 你怪不怪我? 我忍不住笑, 我看出来了。 我也不想对她说重话的, 许兰拉着我往酒店里走。 但是有很多时候, 人们之所以肆无忌惮, 是因为她笃定了有人爱她, 会让着她, 会为她收拾烂摊子。 我沉默了下去。 许兰说得对。 我爷爷如此, 我爸也如此。 所以, 有时候就得那些不会让着她, 不会为她收拾烂摊子的人出面了。 就像我之与我爷爷, 许兰之与我爸。 睡吧, 躺在床上, 许兰把我抱在怀里, 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明天我们再看叔叔的表现。 大概有今天成果的原因, 我不再像昨天那样焦虑, 而是轻轻闭上了眼睛。 但我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不, 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我爸身上。 我已经见惯了他的软弱, 见惯了他的孝顺。 我得采取其他办法。 第二天一早, 我给李静发微信。 在? 我这里有两套不错的护肤品, 不想带回去了, 我妈一个人又用不完。 我给你送过去, 李静回信回得很快。 你有那么好心? 别这样说, 我倒不想这么好心。 但我不是有个怨种爷爷吗? 说不定我到时候 还得叫你一声小婶儿呢。 过了好一会儿, 地址才发过来。 期间, 我爸打过电话来, 让我们回家吃早饭。 等你把事情处理好了 我再回去吧, 我拒绝我爸。 要不然, 我和爷爷在饭桌上吵起来, 你家在中间也为难。 我和许兰收拾收拾, 导航往李静给的地址去。 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下车, 许兰准备去买点礼物。 橘子就行, 我叮嘱她。 太贵的水果浪费。 也对, 太贵的水果浪费。 我还拿了一套护肤品呢。 老太太来开门的时候, 表情不太友善, 你怎么过来了? 来看看我静姐, 我带着许兰就往屋子内进。 他们刚刚搬的出租房, 房子里乱得很, 勉强找到地方落脚, 就看到李静 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她见我们过来, 随意地招呼了一声, 来了? 恩我把护肤品递给她, 又晃了晃手里的橘子。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赵奶奶, 恭贺乔迁之喜。 乔迁之喜这四个字 从我嘴里说出来, 有够讽刺的。 果然, 李静挑眉, 因为不明地笑了一声, 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给我们留足空间, 一个人往客厅里去了。 常叔叔不在家, 赵奶奶警惕地问我们, 你们来干嘛的? 我来干嘛的? 我来棒打老鸳鸯。 但表面上还是得和和气气的, 我是来跟您赔罪的呀。 这一阵子闹腾, 根本不是冲着您。 您不知道, 我跟我爷爷一向不和。 紧接着, 我把我奶奶曾经告诉我的, 我爷爷干过的混账事, 给一件一件加油添醋地说了说。 我奶奶临终的时候就叮嘱过我爸, 说无论如何, 除了该出的赡养费之外, 千万别和我爸沾上关系。 我轻轻叹气, 重点点出, 可我爷爷老了老了,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我爸实在不忍心。 什么? 赵奶奶很懂抓重点。 你爷爷不是有退休金吗? 一个月两万块, 退休金我装作惊讶的样子。 你听错了吧, 我爷爷从来没有工作过, 哪里来的退休金啊? 赵奶奶, 回到家里时, 我爷爷已经等了我们很久。 他被气得不行, 你, 你跟你赵奶奶乱说什么? 我乱说啥了, 我得意洋洋。 你们不是真爱吗? 真爱哪里能有隐瞒呢? 怎么? 我赵奶奶一听你没有退休金, 就不准备跟你过了。 咦, 这真爱不够坚定啊。 我爷爷, 这次忘了为素孝救心丸, 他被我气昏过去了。 吵架归吵架, 毕竟是亲爷爷, 我赶忙叫了救护车。 好在只是昏过去了, 没有大问题。 爷爷在病床上醒过来 之后, 我爸狠狠地搓了搓脸, 爸, 等你出院了, 我直接送你回老家吧。 然而, 我爷见惯了城市里的繁华, 跳惯了公园里的广场舞, 怎么会愿意回去? 你再待下去, 谁也不会开心。 你现在回去, 我每个月还给你祭典赡养费, 要不然你就流落街头吧。 你也不用道德绑架我, 你道德绑架我, 我就把你抛弃我们母子的事情拿出来说。 我爷住了连声拒绝的嘴, 我爸脸上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我没有吭声。 从医院出来之后, 我给我妈打电话。 解决完了? 解决完了我就回去, 我妈问道。 我跟我妈说了我爸的解决方法。 算了。 我妈叹口气, 你爸从小缺父爱, 但有些人终究是凑不到一起的。 事情终于办完, 我和许兰回了公司。 临走的时候, 我爸跟我谈心, 乖男, 爸爸错了。 爸爸不应该只顾着自己的孝顺, 还绑着你们跟爸爸一起受罪。 我才受罪多少, 我握住我爸爸的手。 你和妈妈跟爷爷相处那么久, 那么多矛盾都得吞到肚子里消化, 妈妈才是最委屈的呀。 还有奶奶, 我提醒她, 你忘了奶奶临终说什么了? 你觉得奶奶不委屈吗? 三月份, 我刷朋友圈, 看到李静发的照片。 照片上是穿着红色旗袍的赵奶奶, 她旁边还站着一个老头子。 李静给配的文字是老来翘。 这是, 结婚了? 是又找到一个愿意给她孩子还贷款的怨重老头了? 四月份, 李静忽然来跟我分享八卦, 你知道吗? 我那婆婆跟我前公公根本没有办离婚证。 我前公公前两天来闹, 让我婆婆在小区里出名了。 不是, 李静你怎么笑出来的? 因为他们一家傻逼, 李静的语音发过来。 不知道从哪里找了天方, 死活说我肚子里怀着的是个女孩子, 想让我打了。 我想了想, 就跑出来了。 五月份, 我结婚。 爷爷也参加了, 给我和许兰的红包小得可怜。 哈哈哈哈, 许兰倒不介意。 爷爷失恋了, 正伤心呢, 别太计较了。 六月份, 妈妈给我打过电话来。 你爷爷找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 难得, 浪荡了一辈子的老头, 老了老了, 有一份正经工作。 后来, 有一天我和我妈聊天, 她难得正经地同我说, 你爷爷又准备结婚了。 她在看大门的时候, 和清洁工阿姨看对眼了。 清洁工阿姨一合计, 两人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差不多能有八千, 能过上不错的日子。 就是不让你爷爷和我们常往来了, 我妈叹了口气。 没有明说, 但应该是怕你爷爷会贴补我们。 管得严吗? 我问。 管得严, 我妈一脸严肃。 你爷爷为了省钱, 现在连烟都不敢抽了。 倒是我爸, 偶尔去看望我爷爷, 会给他带上两条烟。 结果刚给我爷爷, 就被那位新奶奶拎着去转让了。 挺好的。 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